大家好 我叫宋思源 思想思缘分的缘 毕业于北京联合大学 职业技术师范学院 服装艺术专业 我工作有12年了 其中8年在互联网工作 4年在教育 培训领域里面做招生 后来做到管理 我是典型的北京人 典型的大龄圣女 在此我想通过非你莫属 寻得一份销售类的工作 谢谢大家 欢迎思源 你好主题人 你好思源 我为什么也那么说话 你平时说话老是特别 优雅吗 差不多 刚才说干12年了吗 对不对 前8年是互联网 在互联网行业干什么 是在一家公司吗 不是 差不多有6家了吧 8年 做了6家 在这6家都是做什么呢 大概都是做什么 最开始的话 大学毕业的时候 从普通的设计师开始做起 后来呢 朋友推荐 去的游戏局子 做到设计总监 然后我是感觉到 在设计这一行呢 我觉得发展到 已经发展到一个 一个相对来高度的 没有什么上升空间了 所以呢 我希望往这个 推广运营方面发展 做了一些网站的推广 运营推广这块 做到最高的话 是做到这个 运营推广总监 你看设计 咱也做到总监了 运营推广也做到总监了 8年之后 不是转行了吗 转到教育行业了 对 当时怎么想的 都做了8年了 在一个行业里 这个 命运的安排吧 命运的安排 我刚送走一个寻求灵魂的 又来一个命运的 咱们 就这样 自然啊 咱们啊 就说点 就是挺沾地劲的 好不好 那就说点实际的吧 对对对 实际的赶上我爸爸 得了癌症 父亲得病了 对 父亲得病了 我需要有大量的时间 去医院陪他 这时候一个朋友 他是做这个教育方面的 当时是做这个高端的 这个EMBA 与这个国外的一些 这个证书 那个学校 做合作 证书班嘛 对对对 当时他跟我说 他说你过来到我这吧 最起码的话 你可以有钱去 维持家里的生活 而且你也可以 就是在我这里 得到一些发展 换换工作 换换产业 也没有什么 当时我听了他的建议 接触到了这个教育培训行业 好 这个做了四年 换了几家 就两家 两家 对 后来做的这个 离现在最近的是干什么 现在是做这个职业资格认证 职业资格认证 对消防方面的 那你做的是什么 招生主管 招生 对 干了多久了 现在两年了 那为什么现在选择 在这个时候不想做了 首先的话 第一 提成每年都在降 没有钱可赚 还有一个最刺激我的地方就是 这个单位不允许女员工怀孕 不能生孩子 就明确地说了 不是明确地说了 一旦发现女员工怀孕 他们会 人事就会找你谈话 让你自动离职 如果你不自动离职的话 如果是正式员工 就给你调岗 然后就给你降薪 我记得有一个教务的一个女老师 就是被调岗调移到我们招生办 招生办的底薪是最低的 所以她休产假的时候拿最低的薪资 所以就说 最后你看到了说 如果在这个公司里面怀了孕 女性员工会受到明显的不公平待遇 然后这种状况 让你觉得实在是无法忍受了 对不对 前这样的两年我都忍了 但是这一块我真的觉得 你已经跟他们提出辞职了吗 没有呢 还没有提呢 对 那如果今天找工作找得不顺利呢 找得不顺利 我觉得我已经破釜沉舟了 肯定回去 如果说这个他们看到的话 肯定人事部会跟我谈 你自动离职 就是反正现在你已经想好了 甭管今天顺利不顺利 那个地儿肯定是不回去了 对 好 这就是思源的基本状况 今天要找什么样的工作 是教育类的还是互联网类的呢 传统行业的销售都可以 只要能跟互联网的推广相结合 应用到我的特长都可以 明白了 是传统行业互联网推广 能够把它的优势长项结合在一起 王熙先问 思源 我有一个问题啊 这份职业你的选择之后的话 你最可能是你他的职业的未来呢 还是薪资 因为你现在做到这个位置的话 我觉得提成虽然说在你内部有不公 但是收入还是不错的 所以我想你知道 你下部最主要驱动力是职业未来 还是收入 我需要一份稳定 让我妈妈安心 所以公司的平台稳定性一定要好 还有就是薪资 底薪加上提成一万五不能接受 低于这个数 低于一万五不能接受 明白了 思源我问一下 特别强调是传统行业的互联网推广 像58同城是一个为传统行业服务的 就是很多传统行业在我们的推广 包括一些教育的 不知道你们用过没有 就是为什么不能接受这样一个平台呢 你可以为更多的传统行业服务 我是你的客户 谢谢 58同城很好 非常好 可能我还是在互联网当中受了一些挫折吧 好 有了第一印象了 初步印象有了 宋思源 传统行业的互联网营销 去或者留 选择 加油离开 一位离开 十一位留下来 天生我有财 小鲜你以前说你完成那个招生指标 大概用的是大渠道的方法 还是就是纯粹的网络推广 推广很多 包括其实我平时日常在做的一些贴吧 像百度的贴吧 知道 也就是说你的推广渠道你设计了很多对吗 非常面非常广 好 这样 咱们说到传统行业 互联网销售 对吧 咱们就举个例子说明 比如说 斯凯乐 假设你要去了这个企业 在这个企业里面利用互联网的方式进行销售 网上销售 电商也 你的创意点 或者思考点都可以 是什么 首先 首先的话 你要跟一些就是 B2B的或者是B2C的一些那个电商去合作 具体做法 第一网站建设一定要有 然后 我先建议有自己的那个品牌的网站 然后下面的话有这个电子商务 网络直销这块 然后把这个一些产品植入到一些这个买卖街 像这种的一些那个平台上去 那现在出现问题了 比方说我们也有自己的这个这个直销 就是网上 和你刚才说的B2B或者B2C的这个网站 我们也销售 这两个之间会有竞争 这种竞争怎么平衡呢 我想的是借助的是联想的一些方法 就是他们对一线的这个这个小的这个 这个经销商的这个折扣 要高于一些大的经销商的折扣 那你怎么解决和区域分销商的冲突呢 我觉得是在一些这个产品的配比上来分配一些 有些大厂商经营一部分产品 小厂商经营另外一部分产品 就型号的区分对不对 对 继续提问 我看你在万恶的互联网行业跳槽自己特别多 超过一七八次 能大概讲一下这跳槽经验吗 不是万恶的 是我自己个人运气不好 命运 对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去了 去了像我去的公司 志杰 我要我要说的刻薄一点了 我认为你一晚找的工作 之所以那么多的跳 是肯定都是找错了 而且你今天到这里来还是找错了 找错的 就是这样 这里是要一个老板提供你的工作 还是要出问题的 原因在哪一块呢 你的整个气质跟你要的工作不相关 也就是说你找到今天为止 没有找到你自己 你在我刚才感觉里面 你应该做的事情是做卡迪亚的销售 做红尘之上的销售 做千尘不染的那种事情跟你才有关系 这种太闹腾的事情 你做到一点你还会逃走 还会逃走 你的整个气质 味道跟现在你所要的职业 没有关系 你要重新找到你自己 你的气质是在那一块的 你同意吗 我不同意 说 谢谢 首先是这样 我很尊重您的这个建议 但是我本身来说 我不喜欢奢侈品 我的气质是与生俱来的 我无法改变 但并不是说我的学生 就因为我的这种气质 就不来报名了 相反 我的学生 很多学生跟我反应 就是因为喜欢我 才过来报名的 而且我的学生说 基本上都是初中以上文化程度 18周岁到45周岁的 有些学生甚至是听到我的声音 觉得好奇 过来报名的 你的声音确实很有特点 对 你看刚才打招呼的时候 你只要跟我说一句话 我不由自主地 就会跟着你的声音的调性 然后发生改变 你知道你一个人的感觉是什么 思源 就我这块有这东西 爱买不买 如果你要不买 我觉得今天晚上 你肯定会恨自己 不是 你给他传递这样的一种 我觉得也是一种 所以那个 所以小刚能不能给 今天给我开一个 特别的一点地方 我想问一下 思源 你会对公益的推广 会有兴趣吗 因为我在一个公益的组织 帮助中国青年创业的 它是也需要市场的推广 也需要市场的营销 把这样一些公益的理念 传递给社会各个方面 也包括让更多人捐助这个公益事业 你对这样的事情有兴趣吗 杜老师不淡定的 跳出来 你对这样的事 因为刚才我同意 其实子健的这个判断 我自己也多少有点这个判断 也许这是一个方向 你有兴趣吗 好 这就是回答 你并不需要做一个 说这是一个职业 是一个岗位 不是 我不是让你说 去做一个本身自己去做公益 但是是这样 杜老师你也要淡定 您今天坐在那儿 您招不了人 抱歉 来 有没有空位我换一下 所以我想问信源的就是 他走下来说话 整个这个节奏状态是这样的 我想问你在工作中 有没有另外一面 这样吧 更有时的一面 我自己来说不算数 要不请我的朋友们 你还有朋友吗 对 来代言一下吧 我跟你说 他真是一个有准备的人 怎么还有朋友 来 请朋友介绍一下 思源夏凡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状况 来 小伙子 你是他的同事吗 我是他的好朋友 特别好的朋友 特别好的朋友 他是这样的 他是我们那一个 社区一个群的群组 是什么群啊 就是一个大家一起 就是玩嘛 然后玩摄影嘛 然后玩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这样一个群 大家一起玩的群 就是他是我们群组 我们都叫他神仙群组 这样一个 神仙群组 他比较馅儿 这样一个人 实际上 所以我的问题是 他是常年 常年是仙儿着呢 还是常年下凡 是这样的 就是 金鱼是那种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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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n那种人 就是他性格比较开朗 跟谁在一起交流 都非常非常开心 就是我们都特别喜欢 跟他一起玩 就是 大家一些活动 都是他来组织 来组织 我们出去玩 去 去 其实是个热心人 对 挺疯那么一个人 还挺疯的 对 他其实有点 很多男孩子性格 就是说平时 一谈工作 就会很严谨 就会飞 是吧 对 一生活就下凡 对 没错 明白了 好 就是说现在呢 是在天上的暢战 但是生活里面 一玩就下凡 你的朋友这么 这么解释你 还可以吧 也不是说在工作当中 因为我今天确实 没有叫同事来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的这个个人的行为 不想影响到他们 是是是 当然 所以的话 工作当中的话 除非开会 不开会的话 我们部门是很happy的 好 来 11位 现在到了大家选择的时候了 思源是 越往后 就是思源身上 散发出来的仙女气质 越吸引人 包括 他回答每一个问题 都很具象 并且他对自己 其实想得非常清楚 11位 去或者留 选择 五位留下来 听一听他们各自提供的职位 来 国家音乐产业基地 我们提供的职位 然后就是销售经理 因为比如说音乐 然后艺人 其实在互联网的行销 这样的一个工作职位 斯凯乐 网络销售 电子商务部经理 互联网的营销 来 优胜教育 优胜教育提供的是两个岗位 一个是我们全国加盟中心的网络渠道的招生项目高级经理 另外一个呢 如果你很喜欢孩子 还是愿意从事招生工作的话 可以去我们个性化高中部做招生主管 来 咖啡机给你留的职位是营销总监助理 我想咖啡机在天津这么成功 就是因为品牌营销做得好 我相信你加入进来 我们会一起更加把它做得更漂亮 网络营销 五家当中唯一的互联网企业 五八腾城 我给你的岗位是客服经理 是教育培训这个行业的客服经理 走上前去 把其中的三盏灯灭掉 最后剩下来的两家 优胜教育 和咖啡之意 我想提醒一下二位 刚才四言专门说到了他的薪金要求 不低于多少来着 不低于月薪一万五 底薪加提成 就是最后的结果 不低于一万五 谈钱不上感情 十位都清楚了 来吧 起薪都是七千 如果你可以开始管理人 我发觉到你的管理能力了 还会再涨 这在适用期之内会决定的 起薪七千加提成 来 尹总 陈浩开了七千 我们就不做价格竞争吧 我给的底薪也是七千 对 因为你是助理职位 当你真正成为营销总监的话 我想你的底薪应该在这个基础上还会 应该将近一万吧 对 那我有问题 问问题 陈总 就是目前做这个全国招商这块开展了吗 开展了 开展了 做的还不错 那目前的话这个负责人的话 方便透露他的薪资吗 这真不太方便 是吗 大概数字的话超过两万吗 那肯定 好 谢谢您 然后邵刚我可能要插 插着插一句提醒 好的 我提醒的是刚才你提的问题 我非常能够理解 其实这个时候我想你可能问陈昊老师这个问题的时候 是想知道自己的发展的那个薪酬发展的空间 但是在职场上这是一个很大的忌讳 那个问题一定不能这么问出来 好吧 因为在所有职场上面 包括不要说问自己的这个上级主管的薪酬 问自己同级别的薪酬都是非常忌讳的 其实我想请您理解一下我 毕竟的话我受过伤害 在企业面试的时候 答应给的薪资并没有给到 OK 是这样 可能我们每个人在职场上都不顺 但是可能不至于用受伤害来那么定性 这是第一 受害者心态挺可怕的 第二 我需要借思源这个事多说一件事 企业对于女职工的保护 尤其是对于孕妇 以及产妇的保护 是由法律规定的 而且企业对于妇女的法律保护 是企业必须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 在这个问题上 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也希望通过今天思源的出场 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 再次表达我们这个观点 好吧 所有女职工要学会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但是不要有受害者心态 对这里边我觉得其实也是两点 第一因为你是说受害 我觉得确实我们人生中有我们自己不能掌握的东西 但如果说受害的总是你 这时候可能会带来新的问题 好吧这是第一 第二点呢就像在有时候在这样打出租车 你如果总是上车前就先问说 司机你去吗 你经常就坐不上车 好吧 所以在包括自己个人权利的一些东西的时候 是不要太做的先做一些预设 你就先上了车 那个时候他不拉你 是他违规 就是像你进了这个企业 如果这个企业真的不能够按照国家 张老师提到那些国家法律来尊重你的基本权利 那个时候权利的这个要求方在你 就不是违规了 就是违法了 对而不是说因为先给自己设一个设定 这会让我也说给其他求职者 好 担心这个企业做不到 然后就你错过了很多机会 好 谢谢杜老师的补充和提示 来 思考一下 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优胜教育 还是咖啡之意 还是选择跟二位说 谢谢你们 再见 我选择优胜教育 好